关系完了这两条资讯之后 我们再来看来自房地产销售方面的一条资讯 刚刚过去的8月 全国房地产出现了放缓的迹象 销量比7月下降了3.4% 但房价却在继续的上升 专家认为 房地产销售额下降着是卖家五盘吸售 而不是买家 10月1号即将推出的限制贷款比率政策 可能会增加房地产市场的压力 导致价格继续上涨 根据房地产研究所的数字 8月份全国房屋平均价格上涨了5000纽币 达到了39万纽币 目前全国房屋平均价格 要比今年3月低1万纽币 据分析 价格上涨是由于奥克兰的市场需求旺盛 以及市场供应失衡造成的 房产界人士认为 目前一些潜在的卖家离场观望 已等待价格进步的上涨 以及看看央行低贷款的贷款限制政策 实施以后银行以及市场的反应 新西兰房地产研究所的数据显示 今年8月住宅销售比去年8月增加了8.5% 但比7月下降了3.4% 另外 近一年奥克兰住宅价格过高 已经说明了供不应求这个事实 在奥克兰近四分之一的住宅售价为 60万纽币或者更多 同时5.6%的房屋价格超过了100万纽币 房屋销售最快的地区 是坎德伯类地区为28天 其次是奥克兰地区和惠林顿地区 分别为29天和40天 北地房屋出售的时间在全国最慢为72天